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yRadio独立付費節目 《旭文社馬》主持 《旭文、尤達、錢偉樂》 那我有12號做膽 拖1號的凡歌儀 2號的歡樂重新 3號的快樂海旋 是不是 要加一隻9號的萬事 就這樣了 好嗎?黃埔大師就不要了 所以我的心意是拿第九場Q 拿8號中華之光做膽胎 二號和平路 五號電魂王者 九號威勢之寶 十二號歡樂小子三四重彩 就是二五八九十二號圓 就是這樣 九胎一二三十一 好的 我們的提供說完了 西安四重彩也是照例,大家記住 除非你覺得很穩妥 腹式馬膽 照尤達教你那一套 否則很多時候就範本一點 一、二、三、九十一 跑那些冷腳全部出來就發達了 喂,哥仔,在做甚麼 我在找玉敏在哪裡 不是玉敏在哪裡 甚麼,今天是二十五號 我在找玉敏射馬購買車在哪裡 不是一號才交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二十五號已經可以交 如果一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虧了一閘 哦,原來是新玩法 又是月尾,借電腦來 讓我自己交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還有,這個很好 ekspare 什麼 我想幫你跟你說 那些什麼 我有今天 覺得非常非常微 你看到我 那些高級的項目 就把那些高級的項目 記得 那些重點 身啟力行 隔空發功 玉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玉敏踩場見面 今天有台長梁錦祥的玉敏踩場 我也是一樣辛苦 沒有分別 不過多了一個人 可以檢查一下 他勾郵了三個星期 昨天回來 今晚及時趕到做節目 不過我預計了 今天還有一個鐘 因為小弟 這兩天的身體狀況比較差 因為前幾天上星期 就進醫院做身體檢查 包括搶鏡、餵鏡 現在報告還未出 但我不會擔心 老實說 上帝叫你要走 你就要走 我看你很健康 很健康 你自己慘了 然後因為這兩天天氣有點反常 我昨天入馬場就很適合 所以我跑到第四場就出來 簽寒佔洞 其實現在身體狀況都是很差的 不過不要緊 我們休息兩天就沒事了 台長現在回來了 他一回來就應該有一篇歐游的文章 不如說一下你歐游 這一次十多分鐘 你全都說了 十分鐘其實是 記者人員不用放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大家都看了 看了就可以了 我有話要講的 還有一條牛樽 是的 就有抑文講到 我很快講 因為這一次 我想你休息一下 讓我說完 第一件事 就是我去到倫敦 基本上所有人 不講政治 突然間都會看特朗普 結果很簡單 就是 全部人都憎特朗普 第二個就是 因為職業病 什麼原因 我待會先講 職業病 因為我去到英國的時候 很簡單 大家知道這個脫歐問題 我一邊看英國廣播公司 即BBC做的新聞 職業病發作 就是 我在想 如果我做的時候 我會怎麼做這宗新聞呢 我發覺原來BBC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或者英國報章 基本上出現很大的問題 就是 他只是說英國的事情 英國的選民 怎麼看這件事 英國的保守黨 怎麼看這件事 脫歐人 怎麼看這件事 他說沒有道理 就是 歐洲那邊 怎麼看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本身不只是英國的問題 來的 你有對家 那你對家 你不做 我發覺 其實做新聞 即使去到很有權威 或者是很有經驗的人 都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有盲點 就是你很喜歡用你主觀的投射 你的價值觀 放射思考 projective thinking 這個叫做 我回來的時候 我就想起這個問題 舉個例 比如說 韓國瑜 來香港 我在網上 都看到很多 朋友寫的文 我都 令我想起這個問題 我本身寫一篇 魔鬼交易 為什麼你不說 反民主派當年魔鬼交易 你讓我先說 都說這件事 我先說 我拆拖打運 是的 我剛才問你 我們為什麼要討厭特朗普 我們在香港 因為這個圈子的人 大家有一種價值觀 特別是我們身處的狀態 或者我們面對中國的打壓 我們就把這種價值觀投射在美國的政治上 但你一出去不是 你在歐洲十居其九屋 就是一個很印象式的 所謂的sampling 其實大家都討厭他 我不是說對於錯的問題 就是他們有討厭他的理由 但是我們一看到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你討厭特朗普 我覺得這個有問題 如果你說是平常的 你在Facebook打飛機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做新聞 我就覺得是 錯了 不是 同理由就是 譬如你做這個脫歐問題 譬如我們做新聞來說 我們首先放下我們自己的主觀判權 即我討厭脫歐也好 我支持脫歐也好 你在這個時候 你要放下這件事 去評價這件事 同理由就是 譬如我回來看 韓國瑜訪問香港 我問的問題就是 我們是不是太多主觀的投射 去到這個事情 或者你的人身上 即是希望用它來解決 我們自己的問題 除了韓國瑜討厭特朗普 就是公開調查共產黨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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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拍手掌 但民進黨的人來香港 都不會這樣 是呀 是呀 我不要誤會 我批評 或者現在支持韓國瑜 反對韓國瑜 或者支持九二共識 支持反對九二 我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做新聞 即是這件事 其實很考驗你 你自己對那件事的 客觀判斷是甚麼 所以我有一個看法 就是 你憎韓國瑜也好 你怎樣也好 去判斷這個人的行為 合不合適 首先第一個持份者 不是 那你討厭他甚麼 你討厭他光頭 你討厭他養睡 你討厭他小丑 是不是這樣 是呀 他現在討厭你 最近十個民意調查 他都是排第一 你討厭他 台灣人喜歡他 好了 你討厭他影響不到他 台灣人討厭他影響到他 是呀 你可以說 我很客觀去評論 整件事 是呀 OK 但你用那種 你討厭你了 主觀投射 主觀投射 投射 你不喜歡共產黨 或者反對中國 那你就投射在自己身上 但你又不是真的反共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也不止是 就是投射下去 你希望民進黨 或者國民黨 或者其實 是解決香港自己的問題 那裏才是罵狗的 台灣聲援香港的民主運動 為什麼你不叫台灣聲援香港港獨 你想到台灣有沒有人聲援陳浩天 就尷尬你了 這件事 如果韓國瑜 都是比較小小小 但我覺得如果怎樣 你投射下去 川普 或者美國政府 解決香港的問題 就很糟糕 我覺得大家要 不是的 現在他們很興高采烈的 陳方安心 莫乃光那些去到美國 例如 跟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 議員見面 然後副總統 會見陳方安心 跟著跟眾議院議長見面 規格很高 那你就尷尬你了 很有趣 你又投射下去 那是否解決香港問題 解決不了 可以解決不了 美國從來就考慮自己的利益 就算他要搞咎你香港 搞咎你大陸 他都是為了本國的利益 當他為了本國的利益 可以犧牲你香港的利益 他眼睛都不會沾一下 眉頭都不會皺一下 所以永遠都是要靠自己 自求多福 這是我一貫的宗旨 我做議員八年 這些外國勢力 曾經三番四次試圖 接觸我們 我都不能理由 我理由很簡單 無謂 亦都是對這件事沒有幫助 是嗎 只是這樣解決 但我要補菲 對於韓國瑜進去中聯辦 我的個人看法 如果你撇開了香港的角度 其實他可以不需要用這個姿態 你錯了 我想解決給你聽 現在連陸委會都不敢解決他 這些行程是臨時出現的 等於大陸見劉傑一 即是這個國台辦主任 他故意去深圳見你 這是共產黨臨時安排的 他是基於統戰 他現在是要殺火一些政治信息 所以他原本的行程是沒有安排的 即是這個 永遠都是這樣的 所有台灣的政治人物去大陸訪問 你為何不回舊仗前連戰 宋楚瑜 新黨的主席陳菊 陳菊都見過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言譚慎歡 那陳菊有沒有暴避呢 老實說韓國有通知你陸委會 我會見劉傑一 因為他們安排了要見他 那我要見他 那你作為一個地方行政首長 你也要遵守陸委會的一些規定 你行程要交給他 可能臨時的行程 你又要保見通知他 這個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是臨時出現的一個安排 那他覺得沒什麼所謂 因為他抱著心態就是 我來交朋友 我是笑口齊齊見任何人 我又不跟你說政治 是吧 就算他到大陸 他也是堅持 國民黨的立場九二共識 跟劉傑一說 他沒有說九二共識 一宗國表 就是表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表中華民國 我沒有說一宗就是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說不通的 他是中華民國的高雄市市長 他怎麼可能說一宗就是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可以這樣說 在情感上 你會覺得 兩岸如果是可以和平的 兩岸可以交流很密切的 你在情感上是接受不到的 就沒辦法說了 但是對台灣人民來說 和平是最重要的 一打仗就很糟糕了 是吧 打仗就很糟糕了 等於蘇貞出行政院說 我打了這把掃把 我跟他打了 那掃把怎麼打呢 即是有時 即是你要了解台灣和大陸 現在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由當初的看插不兩立 冷戰 最初發炮打咬你 即是恐嚇你的 那個發炮不是真的打你的 接著古靈頭 直接登陸 接著共匪幾萬人就完全被國軍殲滅 這個在五十年代發生過 好 接著到這個 所謂 早前習近平說的那個 告台灣和包書四十週年 即是1979年的 和平統一的基調定下來 於是 仍然口頭說 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但是就向著和平的方向發展 就是這樣來的 到最後九十年代 開始有兩岸兩會的談判 然後產生的是 國民黨講的九二共識 即是說在香港開會 海峽兩會 大陸海峽會 台灣海峽會 不是官方的接觸 但是官方授權兩個民間機構 但是大陸有民間機構 大陸有民間機構 大陸有民間機構 只是官方機構 然後就去從事這個功能性 事務性的商談 所以後來才出了 互相顯送逃犯的協議 但是兩會在九二共識 一中的基礎裏面 去達成的 你滿意不滿意也好 它的發展是這樣的 即是等於我在台灣 我都經常警告國民黨的人 你跟中共在政治上 你是要跟它有區隔的 但是在經濟上 你一定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現在對外貿易 最大的出口國 就是大陸 那你怎樣 你什麼 很簡單的道理 我不用靠它 所以我經常跟國民黨人說 你一定要對中國的依賴 要減少才行 否則經濟可以促進政治 這個是台灣的其中一個危機 這個大家都看到 想想 韓國瑜 他怎樣想 我不知道 但是表面上看 我去賺錢 現在說他難聽一點 簽訂單 回到來交警察 因為他的口號是貨賣出去 人進得來 高雄發大財 他向這個方向發展 你去到去跟別人拿訂單 去到去到 我反共的 我中華民國 打倒共產國 休息一陣